- 美国华尔街日报,刚刚原理消息人士说法着,美国财政部长姆鲁千已向中方团队发出邀请, - 希望中方派出不及代表团在美国政府对华家争,行一轮关税前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,地点将在北京或者华盛顿,时间是未来几周,报道说,消息人士表示,向中国发出谈判邀请说明, - 资朗普政府中一些人还是希望在对华正收关税前尽一切努力,争取中国的满足美方需求。 - 报道说,美方此次求谈正值美方上位开始对价值2000亿美元,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之际,中方也多次强调, - 在中美经贸问题的立场坚定,明确,没有改变,美方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用。 - 六月的例行发布会上,中国商务部回应,美你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,中方有信心,有能力,有办法,维护中国经济平和健康发展。 - 如果美方不顾反对,一意孤行,对华台取出任何新的加征关税措施,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措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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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